通膨的年代 现在大家都在寻找 怎么样让自己的现金 可以比较保值 而我们在传统上 只觉得大家讲到 要抗通膨要保值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买黄金 现在除了中国大妈买黄金 其实杜鞭太太也开始在抢了 我们说要买黄金 通膨的时候要买黄金 然后地缘政治的时候要买黄金 如果金融危机的时候要买黄金 各式各样比较有 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大的时候 都会是黄金是一个 避险的一个资产 好 所以你说 那如果我长期投资黄金 这个赚头到底怎么样 传统的黄金是抗通膨的资产 就有一个分析 他特别去算了一下 近20多年 就大概从2000年开始算好 他说如果从2000年开始 到现在20多年 黄金的投报率 其实击败大多数的资产 不过他这个大多数资产 他是把它来跟新市场的股票 做相比 我特别去看了一下 如果是以2000年时候的黄金 大概就300 400块每盎司 300 400块美元左右 到现在你看 大概是2000多嘛 所以至少就是一个 四五位以上的那个涨幅在这里 但你说同期呢 台股大概2000年的时候 大概是8000多点 然后现在是16000 不过翻了一倍而已 那你说陆股呢 其实也不过就是 甚至连一倍的涨幅都还不到 所以你说 这样子看起来 20几年来 黄金的涨幅 好像还真的是很不错 好 现在讲的是 今年 以到今年来说的话 5月的话是每盎司来到的 超过了2000美元 2073了 近期虽然有回落 但是你看近期的走势的底 有慢慢墊高 有 如果你去把这黄金的走势 调出来看 现在同一时间 既然说大家说避嫌 有两个地方的黄金价格 创了一个波段 甚至是历史的新高 一个是日本 当然这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日元的走势 因为日元本身一直在贬值 所以同一时间 也因此就让日元计价的黄金 就日本黄金的零售价格 创了历史的新高 同一时间 还有哪一个币值也在贬 人民币 人民币也是贬到 16 17年来的新低 所以好一样 人民币的贬值 然后所以也因此 让中国的金价 也一样上涨到了 16年来的新高 这个时候 如果你手上是有 实体黄金的人 你会做什么 赶快去贬现 如果贬值 价格那么好 对 好 所以的的确认在中国下 开始出现 有很多的消费者连夜 把他到金店 把他的黄金抛售来变现 这种状况就开始有看到 那也因为就是在中国 现在他们的抢购黄金的热潮很盛 所以也因此就让他境内 黄金价格 跟他境外也就是伦敦的价格 出现了蛮大的一个价差 好 中间的价差 创了这个状 就真的是创历史记录 来到了每盎司 价差 来到了121美元 所以你可以到 如果今天你有本事 你可以到伦敦买 然后到上海去卖 你中间可以直接赚这个 价差在这个地方 同一时间你也看到说 中国的央行也是在持续的 在增持黄金 好 但现在有趣的事情来了 我们过去 就是有 比如说你讲结婚好了 现在年轻人结婚 其实没有那么爱收黄金的饰品 对 那是年轻人会觉得 我好像没有那么爱黄金 但是这股风气 现在在中国整个改变了 现在中国年轻人特爱黄金 他们有去分析当中的原因 他说其一是 他说中国的年轻人深受 一些金融商品所害 可能是之前的一些虚拟货币等等 所以他们对这些金融商品 就是他们觉得没有信心了 所以他回过头来还是喜欢黄金 那另外一种 他说以前我要抗通膨 我就买房 我囤房 但现在房地产搞成那个样子 他说我也不能囤房了 那我就囤黄金了 好 种种因素现在 你中国的年轻人也开始爱黄金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 他们称为这个叫做小金豆 这个图比较小一点 你就想象就是一个 碗豆那样的大小 然后大概是一克 然后就是纯黄金 一克这样大概是五百人民币 还可以就两千多块台币左右 所以买起来压力没有那么大 比如说像五块要生日了 对不对 大家也可以去买一个小金豆 朋友今天就可以来送当个生日礼物 所以在他们的小红书 年轻人很爱用的小红书上面 有各式各样在介绍 所以怎么样挑小金豆 然后等等等等 所以这种迷你金式的风潮 现在在中国年轻人当中 非常的流行 风险低 价格也比较低 没错 好 那他们要去年轻人流行的同事 这边有图 好 这个是在 他们其实有一句话 他们说如果中国的珠宝要去深圳找 那深圳的珠宝要去哪里找 就是到这个水贝市场来找 就是水贝市场 以前的水贝可能都是中国大妈在那边嘶吼叫货 没有 现在他们招聘出来了 水贝市场充满了年轻人 真的耶 通通有很多年轻的面孔 对 深圳的水贝 他们的地位就是相当于是他们的黄金珠宝的一个大中盘商的概念 他说他这个地方占大陆的黄金珠宝批发市场份额50% 重点是整个大陆的50% 一半了 对 他一年的营收在这个地方是人民币1000亿 1000亿是什么概念 这个概念是比中国大部分现成的GDP都还要来得高 然后就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通通都跑到这里 还要来买黄金 好那讲到说刚刚我不是讲说年轻人开始爱黄金某种程度上是 觉得比买房子还安全 囤房不行了 我们现在囤黄金 好那再来看到现在中国现在到底的状况如何 我们先来看一下外国就是外国看中国的一个状况 好 先来讲这边他讲的是风险性投资 比较像是初级市场的那种新创投资 比较像是初级市场的投资 他说基本上今年的上半年下降 比前一年的年减率是31% 很高 很高 对 三成以上 那外面的资金进来的幅度也是就是 也是达这个数字基本上 如果是有比较大型的案子 1亿美元以上这种大型交易 已经来到2015年来的低点了 那一些新成立的一些 以外币外国人投资者的这些基金的话 基本上上半年只有三支 然后反正就是份额都非常非常的低 对 不过在这一篇报道当中 他特别有讲到的是 因为中国他们近期通过了一个叫做 数据相关的一个数据的收集的法 他那个法律当中他规定 如果你这个数据是来自于我中国本土的数据 你不能带走 所以这对于外国企业来说 跨国企业来说发生什么事呢 在过去如果跨国公司的主管高管 要去访问中国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会给他们的高管 一次性的笔电或是智慧型手机 可是原本是跨国公司本身来防止 这些公司的敏感信息被盗 原本是担心自己被盗 可是因为现在这个法律很严格 上路了之后变成什么事情呢 他们现在是不允许这些高管把 你在中国所使用的笔电带离开中国 那是因为法律规定说你如果是中国的数据 中国人民的数据你就只能留在本地 你跨国企业不能把那个数据带走 带离开中国 罚款很高 好所以就变成说所有的你这些跨国企业 你都只能够在当地使用当地连手机都是 手机笔电就只能当地使用 如果今天你要离开中国境内不好意思 你这个笔电通通不能带走 如果今天常常上海不都是大中华地区的一个 主要经营的地方 那今天一个跨国公司老板 他可能要先去上海了 他要去日本要到韩国要到台湾 他的笔电公共机不能带着走 对所以他们就是说这对于管理上面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是他们现在也在反映 就是外伤他们现在也急急缺缺在反映的这件事情 好从一行刚刚有讲到这OECD OECD现在也是下修了全球的经济成长率 那当中也是中国下修的部分下修是最多的 下到了百分之四点六 好那当中他们还是认为 他们讲了一个词 他说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失去动力 那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我们又再讲一次碧桂园 可是我记得之前曾经有人挑战这种说法 他说我们都说碧桂园是民营的第一大 但其实中国的房地产主要还是在国营手中 所以如果你认真把碧桂园去跟国营的地产商比的话 他认为其实没有很大 认为说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糟糕 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他认为说没有那么糟糕 而且他是比较在二三线城市 但问题就在于虽然你认为他是二三线城市 可是他几乎变了中国所有三线城市 百分之八十六四线城市 百分之四十四的五线城市 他们认为说你这些三线四线五线城市 他的经济体质本来就没有一二线城市任性来的那么强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说当然他的受到影响的幅度 当然就会比外界想象中还要来的更加的距离 除了半导体跟AI之外 美妆品会不会是美中之间下一个要角力的战场 之间其实商务部长 这个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在上一次房中受伤 他就说希望可以扩大个人护理产品的这个出口 所以他是看好中国的彩妆还有保养品的市场 其实主要还是要先看 因为中国官方在2021年 他做出了一个规定 他说如果你的美中品要在我中国贩售的话 你的企业必须要做到什么事情呢 请你要披露你的产品当中 每一种成分 成分还不够 精准的用量 这个用多少 这个用多少 还有一个没写到 他还要规定你写出你的供应商是谁 然后地址 地址 然后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是你 你如果得到了一个国际大厂 SK2好了 很贵 原本要卖个五六千块的东西 然后现在你的成分都出来精准 连供应商是谁地址都有 你会做什么事 一定会想要去学一下 或是我们不要讲的这么 我们不要说去学 我妈妈是母亲节的时候 我就自己去做出一瓶来给她 我就不用花个五千多块买 就这样嘛 所以外商会担心 他说你这样子的规定 我当然会担心 很怕被吵袭 尤其是中国本来就是很 就是有这样前科的 当然他们就会担心这些奇异 其二他还规定说 你的这些产品 如果像是染发剂 或是像是防晒乳的话 必须要先在活体的动物上进行测试 可是这件事情在很多的欧洲 很多的全球化妆品厂 都已经禁止这样的做法了 所以也就因此这个规定出来了之后 当然就很多其他你说美国 法国 日本 韩国的商品就进不去了 所以以这个法国财长他就说 他当然希望他可以放宽这件事情 他说因为我谈的这不是小钱 对于我法国企业来说 这个我讲的这个东西是占营收的 30到35%的这件事情 很高 那以这边也来讲 他说中国的化妆品的零售 今年的上半年 零售其实是增加的 今年是整体的量是增加 但是这些外国的厂商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吃到太多的点头 因为进口量是下降了13.7% 法国影响其实还算相对少的 6.2% 韩国影响最多了22% 美国影响了19.8% 所以他们是开始用自己本土品牌 对 因为人家卖不进去 当然就回过头来用他本土的品牌 所以确实在过去的三年当中 即便是疫情 但是中国本土的美容品牌 是显著的增长 而且前10名的品牌当中 中国本土品牌占了就3分之1 3分之1都是他们本土的品牌 好 这感觉上他们 所以他们才会说 美妆是中美贸易战下一个战场 可是你说中国的品牌 真的有这么好存活吗 好像也没有 也不是这样 是近期这个例子很棒 李佳琪 因为他直播一歌 所以揍了一个眉头 说了一个酸 与酸这些平民 所以结果就 因此我看他什么一天掉粉八十万 掉粉掉超快的 好 当时他在卖的是一款 这个他的美比是79人民币 大概350块台币左右 300多块台币 这一间他叫做花锡子 但在过去 有他们标榜的是便宜评价 可是近几年来就发现中国美妆品牌一路长 长得有多夸张呢 他们说现在如果他因为他那个 每一笔大概是零点零七克 他就把它换算成一克好了 他说一克的话 大概是单价是九百八十五人民币 但同一个植村秀日本很有名的品牌吧 植村秀只卖五十八人民币 你卖九百八十人民币 三甲一克一克去算就对了 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 我们刚才前面不是讲说 那个黄金豆一克卖大概五百人民币 他卖的还比黄金还要累得贵 一克去看的话比黄金还贵 好 所以就因为类似这样的状况 其实当然批评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多了 那的确花锡子山也有看到说 他开始有走下坡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同一时间 其实中国的其他的美妆品牌 也碰到一个问题 是他们拿不到融资 就是他们因为他们都没有拿到 他们今年的融资额是大幅度的下降 今年拿到只有六个 所以也因此 经理不好 拿不到融资的情况之下 有很多的本土品牌都相继倒闭 所以自己看也有一个新的 一个倒闭的画面也放在这个地方 这是中国美妆的部分 那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台湾的美妆市场 最近有一个新的风潮 这是荆州刊的报道 他说大力光仁宝跟明基财 都要来挑战这个美妆的市场 过去大力光我们可能有用 是他的那个隐形眼镜 对不对 但他现在要进军的是美甲市场 这就特别了 但先讲一下 包含像河硕也有保养品 人保也有 明基财也有 明基财豆豆贴是台湾 东南亚市占地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 昔日的古王大力光 要进军美甲 他要怎么做 他去设计出了专利的贴甲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他直接做好的甲片 就甲片直接在工厂做好 然后他又有一个专利的自己的贴 那怎么做呢 你到那个做美甲的地方 过去我们如果 像菲菊手上爷爷对不对 大概大概做多久 对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 他就说你要去预约很难 而且美甲师 你做了一两个小时 你很难预约 所以他们现在的做法是 美甲甲片先做好 然后美甲师 你来我这里的时候 美甲师直接让你选 你要哪一个 然后你选完之后 他直接帮你贴上去 他帮你贴 因为你如果自己回家贴 有时候其实也很多人 会卖这种直接现成 你如果回家自己贴 你有时候贴的不好 他就是他帮你贴 而且他有专利的胶 美甲师帮你贴 只要十分钟就贴完了 剩了很多时间 一两小时现在十分钟 而且价格是原本的三分之一 差好多 对 所以现在 大力光原本阳刚的科技厂 它现在要进军到 这样所谓的美甲市场 现在其实也蛮引起市场上的话题